9月21日抵达洛杉矶后 暂时停留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的 奋金号太空梭 从10月11日晚上11点半开始 被拖出机棚 并在10月12号星期五凌晨2点15分 放上高科技平板拖车 正式展开最后旅程 许多太空迷半夜不畏寒冷 守在行经沿线 记录着历史性的一刻 清晨5点45分 奋金号抵达拉提哈拉大道 和Sepolveta Eastway交叉口停车场 暂停大约8小时 而现场也涌进大批民众 扶老稀幼 甚至带着家中宠物 来和奋金号拍照留念 停车场上的工程车 还开放民众排队搭乘 从更高的角度俯瞰奋金号 让人兴奋不已 这是历史 这是第一次和唯一时 空空架渠船渠船渠船 渠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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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我们的孩子们去逛逛 所以大家都很感兴趣 两个心情我自知 没有看到 所以我就把这个机会来看 非常好看 很浪漫 我觉得这个是历史的一部分 我们尤其是教授 我觉得我们尤其是教授 我们的学生有机会 成为这个历史的一刻 一定不能错过 上次飞进来的时候 我们有去看 這是他這個從機場到這個餐廳 我們也不能錯過 下午1點半 奮金號再次啟程 原本計畫由一輛 Toyota Tundra貨卡 拖曳奮金號 但最後因為技術問題 還是由平板駝車運載 而奮金號也在大批警力 工程師和眾人歡呼聲中 緩緩移動 結束外太空的1億2300萬 飛行距離之後 太空說奮金號 在今天展開他的第26次任務 也是最後一次任務 不過這次行動只有在地面上進行 而航行的距離也只有短短的12英里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的時速最快也只有每小時2英里 讓所有的太空迷 可以好好的近距離 欣賞他帥氣的英姿 奮金號行徑沿線 都引來圍觀群眾熱烈歡呼 為了讓奮金號順利前進 弱勢工程單位和水電局 總共砍掉268棵樹 暫時移除222個路燈 63個紅綠燈 35個電線桿 11個停車計時器和兩座大型招牌 加上奮金號重量高達15萬磅 工程師還必須在部分路段 鋪上2180片鋼板保護柏油路面 奮金號會於週六上午8點 暫停在英購物廣場 下午2點繼續動身 預計晚上8點半 抵達永遠的家 加州科學中心 並從10月30號開始對外展示 operating 到岁後 克放 至少 Sant 呂 是